公路上已经塞满了 举家撤离的车潮 风雨欲来 暴风云团已经遮蔽了 北卡罗莱纳州半片天空 美国东岸48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 都处在警戒范围 三个州强制撤离100万人 美国总统川普 对南北卡罗莱纳州 签署紧急状态 提供更多的联邦资源 和资金做好防灾准备 东岸4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目前四级飓风佛罗伦斯 在北卡罗莱纳州东南部 约1100多公里的海面上 每小时风速最高220公里 缓慢移动 不断地吸取湿气 威力可能再增加 佛罗伦斯飓风是1988年以来 继雨果飓风之后 侵袭南北卡罗莱纳州地区 最强的飓风 海岸会掀起一层楼高的巨浪 估计带来760毫米的降雨量 很可能会停留在内陆 好几天的时间拖慢重建脚步 佛罗伦斯预计美东时间 周五清晨 从北卡罗莱纳州东南部 靠近南卡罗莱纳州的边界登陆 没有撤离的居民开始采买 发电机 电池等民生必需品 架上许多物资被抢购一空 北卡罗莱纳州80架阿帕契直升机 维吉尼亚州的战机 也都撤离到其他地方避难 动员了1800位国民兵防灾 美国国家海洋 纪大气总署的气象飞机 飞进飓风中心 搜集珍贵的气象资料 补强地面或卫星画面 没有办法提供的资讯 大约新闻许出面边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